主委可以的壘球堅滿順利成功 祝大家感謝平安 幸好是 謝謝 各位大夫 我是台中一位活龍 林佳龍 剛才我們陳政長有說 因為我知道文武兼備 學術教育出身 還有樂中運動 我是說他只是打籃球這個身高 沒想到他也在推廣禮球 大家拍我聲 感謝一下 就是愛運動的大家長 大家有福氣 剛才都姓蔡 蔡主委 蔡理事長 蔡總幹事 蔡科長 他就這麼一瓶衣服都姓蔡 真的說 五千清水 山了這個地方 他確實姓蔡很多 我像大台中合併到底有什麼改變 可以從運動來看 我成立台中農隊 沒有一年半 現在在台中市找不到好的球場 往台中縣來發展的時候 發現山海豚還有很多運動場可以發展 所以其實台中縣市合併 要怎麼把運動整合起來 這是未來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有很多身分 但我最驕傲的就是台中農隊的隊長 這個身分代表說 我們這麼要運動的人 其實從我們平常的體育 休閒跟健康的活動來開始 那麼我也期待以後可以辦 台中盃 大台中盃的這個 曼蕾賽 全山海豚分開比賽 還有加市區 然後再一次打上來 最後的那個 這個決賽 其實我們現在場地就可以 同時 山海豚同時來舉辦 也覺得場地不足 大台中差不多 應該兩三百隊有啦 我們也曼蕾隊 其實未來有很大的空間 我們希望透過縣市合併 來辦我們大台中的這個 壘球賽 讓更多愛好運動的 不只是球員 他的家人親子都能夠一起來參加 所以跟大家報告 我們預祝 大家都可以比賽 能夠全力以赴 能夠勇奪 勇奪這一個好的獎牌 祝大家身體健康 大家平安 謝謝